丽丽丽 词曲 李宗盛 我们来祷告 哈喽对象主 我们今天献上我们所有的感恩 为着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你 有朋友 有家人 我们献上感恩 虽然我们不是最完美的人 虽然我们并不是 我们并没有最完美的 这个家人和朋友 但是因为有他们在一起 彼此来扶持 彼此来鼓励 我们欣赏感恩 为着我们的家人 为着我们的朋友 为着我们那些 弟兄姐妹来感恩 所以主 这样我们带着一颗 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 我们说神啊 我们希望真的是 在与你的关系之间 你会成我们最好的朋友 有一天我们可以 像亚伯拉罕一样这么说 主你就是我的朋友 或者是你对我们说 你是我的朋友 所以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把今天的分享的 这个主题交托 愿你今天来打开我们的心 把这个物力跟智力 跟理解的能力 都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的这个心里面 被打开 视野也被开拓起来 谢谢你到高峰 耶稣们为期来说 Amen 我今天的主题是关于恩典的 然后关于信息的主题 我通常会跟牧师来切磋一下 说看什么主题最好 最能够吸引人 来听这篇道 所以我原本的我的主题是 被恩典夹住 然后主的说听起来像很惨这样 你被夹住 然后被夹着 很折磨这样 他就给我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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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想一想说 不用这个是恩典三明治吧 对不对 出击你们的食欲 然后呢 因为我要表达的是 我们人生一直被风浪包围嘛 对不对 然后可是虽然被包围啊 很多困难啊 好像我们的两片面包里面 夹着很多不同的味道 很多的料 对不对 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但是神的恩典就好像那个面包一样 夹住着我们 把我们好像放成一个三明治一样 到最后还是可口美味的 还是有卖相跟吃得下去的那种 我说不如就用恩典三明治 然后你还在开车 然后他看着我 他也没有什么表情 就继续开车 我说我get到了 恩典三明治不合适 后来我祷告 我花点时间祷告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 我就看到一个经文 然后我就突然间有一个启发 我就突然间有点 有点想象力 所以你们读经文 一定要有想象力 因为我通过这样的一个看见 看到一个经文 然后从这个经文跟你们分享 今天是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我们一起来看 《创世纪》第六章五到八节 这个我们一起来读 好 一 二 三 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 终日心里思念的 竟都是邪恶的 于是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耶和华说 我要把我创造的人 从地上消灭 无论是人或圣畜 是爬行的动物 或是天空的飞鸟 我都要消灭 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 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第八节要说 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英文的版本 我觉得非常的清楚 圣经第一次提到恩典 就是在这个经文 很早很早以前都提到了 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 那时候神要毁灭这个世界 因为世界变得很糟糕 对不对 都满是邪恶 人心所想 人心所做 都是邪恶的 没有任何的事情 可以导致他们有个改变 有个翻转 你可以看到在那个 我们可以读《创世纪》第六章十一节 他这么说 当时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 地上满是强暴 满是violence 很邪恶的事情 到处都是 第十二节 神观看大地 看见世界已经败坏了 全人类在地上所行的 都是败坏的 都是败坏 没有任何的好 这个时候神已经决定要毁灭整个世界了 祂决定要 要把祂 辛辛苦苦创造的东西 都完全给毁灭掉 祂心中非常的忧伤 那时候挪亚出现了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 从亚当夏娃被造 到挪亚的时候 挪亚的时候 一共经历了时代的人 大概有1600多年 那么长的时间 当时人口多少 圣经没有说嘛 对不对 就说祂要消灭 所有的人都是一样 如果我们这样算到来的话 第十代可能有 几万人 十多万人 二十万人 我不知道 就那么多人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 不管怎样的情况 神一看 神看着他 看着他 看着所有的人 没有一个是好的 没有一个是好的 我不确定 挪亚是不是好的 当然圣经其他的经文 有说挪亚是公义的人 OK 可是我不确定 在那个时候 挪亚是一个怎样的人 圣经没有很清楚地讲他 因为神看全部都是邪恶的人 只有败坏 只有堕落 神忍无可能 他要按下那个reset button 重新开始 这是他的计划跟安排 突然间 突然间 实在说这个计划当中 突然间挪亚出现了 圣经突然提到 一个要毁灭世界的神 一个要被毁灭的人 突然间他们见面了 有没有那个人 在神的眼前 蒙恩 蒙恩是什么意思 以英文的版本来看 他的意思就是 挪亚在耶和华的眼睛里面 看到了恩典 他在耶和华的眼睛里面 找到了恩典 恩典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 恩惠好处 恩慈善意 他可以表达的方式 方方面面 对不对 他可以是神给你的能力 可以是神给你的一些好处 可以使得一些保守跟带领 他的各方面的好处 是方方面面的 所以我不能说 恩典等于能力 不一定 恩典等于照顾 看顾 也不一定 他包含了这一切 针对不同的人 不同的需要 神会通过他的恩典 他的良善 他的里面的一些恩慈 他把一些的好处 一些的善意释放出去 这是神的恩典 为什么 因为神是丰富慈爱的神 对不对 摩西在我看的时候 神那你彰显自己给他说 我是那 苍旧忍耐 为什么 一直在忍耐 如果是我 我也要忍耐 我孩子如果一直不听话的话 他一直叛逆的话 我也要忍耐 可是他又是 良善恩慈的 神一直想把他的恩惠 恩慈赐给人 所以 挪亚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 他可能在这个环境的里面 他可能很紧张 他在找寻一个答案 找寻一个 拯救自己的情况 或许他心里面很烦 因为他也是个艺人 圣经讲道 对不对 他可能很烦 他想找到一个出口 想找到一个情况 他可以有突破的 他找到 他找到 他找到了神 关于恩典 我们听过很多教导 对不对 比如说 很多基督徒以为 恩典就是能力 让我们可以 不费摧毁之力 坐在那边坐享其成 OK 就可以做一些 很困难的事情了 可是我跟你讲 恩典不只是能力 它不只是供应 它不只是救恩 医治 看顾保守 你们要记得 当世界要败坏的时候 神的里面 有的是什么 恩慈 在最糟的情况里面 在最败坏 最堕落的情况里面 神他心里面忧伤 但是他眼睛里面 还是有恩慈 当时他看到 你知道吗 我刚刚读到吗 第六章第五家说 要看到人的罪恶很大 他用眼睛看 看到罪恶很大 第十二家说 他用眼睛看着大地 他创造的一切 都很 原本是很美好的 变成丑陋不堪 邪恶不堪的 他失望 他很忧伤 这些人怎么教都没有用 这些人怎么帮都没有用 这些人领受我的恩慈 也没有改变 这些人领受我的好处 也没有自发地想要追求我 如果我监视神 我会说你们这些人 活该被审判 所以我们读报纸的时候 那些大奸大恶的人 他们被判刑的时候 你们就觉得很痛快 就是该这样 对不对 拿走我们家国家的钱 也应该这样 对不对 败坏我们家家庭的 也要这样 都想要这样子 因为活该被审判 可是神就不一样 神的眼睛里面有什么 恩典 他的眼睛里面有恩典 神动张希望到处看 突然在某个时间点 他跟挪亚的眼神交流了 挪亚在神的眼中 看到了恩典 圣经没有说神赐下恩典 对不对 圣经没有说 祂倒下 倾倒了祂的恩典 撒出祂恩典的种子 都没有 神的恩典在祂的眼睛里面 唯有挪亚靠近的时候 祂在神的眼中 看到了恩典 我问你 你要多近一个人 才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眼睛 来试试看 你左边右边 瞪一下 瞪一下眼 你都不好意思看 你看到了没有 你都不好意思看 为什么 你会发觉 如果一个人对视太久 很尴尬 你感觉不舒服 你感觉被看穿了 感觉你没有办法躲藏 所以有刘海的人的好处 就是如此 刚刚剪完头发 不是很好看 我们大部分的人 不敢对视人的眼睛 当一个人 很故意对视你的时候 你就懂他在撒谎 一般没有对视 突然间很对视 这样子 你要多靠近一个人 才看到那个眼睛里面 挪亚正在神的面前 他看到神的眼睛 他原本以为 神应该充满愤怒 想要审判那个世界的人 可是他看到了 哇 怎么是恩赐 怎么是良善 怎么是要好处 怎么是保护 怎么是保守 怎么是神的恩典 他在神的眼中 你看到吗 如果你注意 看一个人的眼球 特别是那种 刚刚谈恋爱的人 会大眼瞪小眼 会待在看着他 十个小时都不疲倦 结婚十年之后 你连看都不想看他 那一种 看着他 你会发现你眼睛 他的眼球里面 会有你的反射 会反射出你 对不对 这才很神奇 你可以想象到 如果今天我是挪亚 我到神的面前来 我看着神的眼睛 他就这么地靠近我 我看到神的眼睛 看到了恩典 我也看到了我 神的眼睛里面 永远都是放着人 他的恩慈 永远是要赐给人 他的恩典 都是要给我们好处 这就是神 即便他面对 整个世界的败坏 整个世界的堕落 他想要毁灭 reset 重新开始 但是神里面 仍然带着是 期盼跟恩慈 神的眼睛 从来没有停止 寻找那些 寻求神的人 我跟你讲 今天神不像我们一些父母 追着孩子跑 OK 如果你今天是被我讲到 你不要误会我 OK 因为我妈拿着 我妈最常上我的道 OK 我妈小时候 她比较严肃一点 她不习惯带着食物 追着孩子跑 孩子不吃 那就拉倒 就是这样 可到了孙子就不一样了 她就会追着孙子跑 对不对 我们那个年代被打了 把屁股很痛啊 藤条啊 她追着孙子跑 就追 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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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可是我要告诉你 神不是这样的神 神不是阿嬷 他也不是阿公 他是爸爸 他有对我们的管教 他不会追着我们跑 你要不要我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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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很多恩典 我有很多恩典 你要不要 神没有这样子 他永远都在寻找那些 寻找他的人 他永远都在寻找那些 投靠他的人 因为神的恩典 他不是随意摆个地摊 随便卖给你们的 他的恩典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 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 把神讲到很有点廉价 好像他祈求我们信他 祈求我们得到他的恩赐 恩惠一样 他没有 他真的不是 他不是这样的人 我跟你们讲一个人物 在犹大的历史中 有一个君王叫做亚萨 Asa A-S-A 他在位第36年的时候 他楼上的那个以色列王 就来攻打他 他攻打当中 他不许人家离开犹大的国境 所以他是很辛苦 那时候亚萨 他就很紧张 他怎么样 他就请住在大马四个的亚兰王 帮助他 如果你们懂整个 整个地理位置的话 如果你看我 看地图是这样 OK 这里是犹大 这里是以色列 这里是大马四个 明白 所以呢 犹大跟大马四个的中间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跟大马四个 签订了一些条约 彼此帮助 利益嘛 有利益就是朋友 对不对 那个时候呢 亚萨他觉得糟糕 他找了很多的 想了很多的方法 军事策略 他想了 OK 不如这样 我请上面的大马四个王 取消他跟以色列的 这样的一个约 然后呢 我们上下施与压力 夹攻他 好让以色列可以撤军 所以亚萨王就从神的殿里面 拿出了金银 神的殿里面 拿出了金银 属于神的 他拿出来了 来收买了那个亚兰王 让亚兰王取消他们之间的合约 可以去 夹攻以色列 的确如此 后来以色列就撤军了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读多一点细节 历代志下 第十六章七到九节 那时候先见哈纳尼 来见 犹大王亚撒 对他说 因你倚靠亚兰王 没有倚靠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亚兰王的军队 才可以脱离你的手 古诗人和路比人不是有强大的军队吗 战车和马兵不是极多吗 只因你倚靠耶和华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 耶和华的眼目 辩查全地 一心归向他的人 少了一个人我觉得 可是圣经病是没有那个人 我自己家 一心归向他的人 他必以大能辅助他们 然后先知就责备了亚撒王 你做这事太愚美了 从今以后你必常有战争 在他之后亚撒王很生气 就把这个先知给 关到监狱里面去来折磨他 耶和华他很 他就通过这先知来责备亚撒 主要是因为 亚撒停止依靠耶和华 你知道吗 在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 圣经说得很清楚 耶和华的眼目 辩查全地 对不对 他在寻找那些 内心向着他 追求他 倾向他的人 这些人 神会用他的大能 他的大力 来帮助他 神会把恩典给他们 即便乱世 即便困难 就好像挪亚那时候 整个世界已经败坏了 即便如此 神的眼中 仍然是有恩慈 要施放给那些 愿意去追求他的人 但是亚撒没有 他决定投靠 那个大马士革的亚兰王 从神的殿中拿出财宝 来贿赂他们 来收买他们 来给他们更好的利益 周边人结盟嘛 战事策略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大马士革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现在的叙利亚 那么的远 刚才我经文里面 先知提到了古诗人 莫名其妙一个人 这古诗人是谁 这古诗人 是神要通过古诗人 来提醒亚撒 神从来没有变 变的人是亚撒 一代之下十四章 再两章之前 记载当初亚撒 他登基为王的时候 他内心很依靠神 他是在整个犹大当中 其中一个蛮好的王 其实讲句实在话 他的正绩算是蛮不错的 那是国中太平 他做很多事情 都是神看为善 看为正的事情 然后他还除掉外族人的 那些祭坛和丘坛 然后就鼓励犹大人说 你们要追求耶和华 你们要遵守他的法律 律法跟诫命 那时候没有战争 国中一切太平 可是他作为一个智慧的王 他未与筹谋 他去建造一些防尘 就是一些可以抵挡军 攻击的防尘 建造了城墙城楼 还设了城门 以防他们被攻击的时候 他们的国民会受灾 受殃 所以他们那个军队 那时候也算蛮强大 58万的强勇士 圣经这么记载 有一天 古时人来了 他们有一百万军队 有战车三百辆 现在三百辆不算什么 像我们这国家 打国家是用飞机的 用战舰的 那个时候不是 三百辆车已经很厉害了 可是那个时候 亚撒王 他没有找任何人帮忙 他找了神 他对耶和华说 强弱悬殊 我们是一比二 我们58万 他们一百万 一比二 其实也是可以赢了 一个人杀两个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就赢了 你在积淀三百队 那么多人也是一样 可是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你看到还是会惊讶 三百辆战车 他就说神 除你以外 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依靠你 他跟神说 神很迅速就回应了 击退了这个古时人 然后古时就打败 然后耶和华就非常的nice 他就在历代之下 十五章 这么样的去鼓励亚撒 第一和第二节 神的灵将在 额德的儿子亚撒利亚的身上 亚撒利亚就出来迎接亚撒 对他说 亚撒和犹打 毕亚敏 所有的人啊 请听我说 为什么包括毕亚敏 因为犹打跟毕亚敏 两个结在一起 他们就成为在 住在一个犹打这个地方 他们说你们跟随耶和华 耶和华就和你们同在 你们寻求他 就必给你们寻见 你们离弃他 他必离弃你 亚撒很被鼓励 决定恢复对神的敬拜 第十五章十节 亚撒在地在位 第十五年三月 他们聚在耶路撒冷 那一天 他们从夺回来的战利品当中 七百头牛 七千只羊 献给耶和华为祭十二节 他们也立约 要一心一意寻求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无论男女老幼 都必处死 哇 这个很严重 你一定要寻求你的神 他们就大声欢呼 吹起一号角 向耶和华启示 有大众人都为了所起的事 快乐 因为他们一心启示 敬意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给他们寻见 并且使他们似近安宁 安宁长达二十年 一直到他在位三十六年 以色列攻打他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亚撒忘记了耶和华 我跟你们讲 我跟你们说过 对不对 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恩典 或许有不清楚的地方 有可能有误解 或是不认识的地方 OK 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 神的这个能力 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真的 做事真的比较轻松一点 做事那么辛苦 一切都很顺利 一切都没有灾难 一切的保守跟平安都会到 OK 我们不需要出力 不需要跟从神 不要做任何事情 坐在那里坐享其成 那个恩典就好像雨一样 从天上会落下来到你身上 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是耶稣的话 你们记得这句话 看马太福音七章六节 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 丢在珠前 免得他们用脚把珍珠践踏 又转过来猛视你们 这句话的意思是 有些人真的很猪 看不懂什么是珍珠 OK 太猪了 猪头啊 神的恩典是不是圣物 对你来讲 它是不是非常可敬和可贵的 是不是 是他说 不要把这个可敬可贵的东西 丢给狗 也不要把这针珠 丢给真的珠 我很喜欢华语 这个发的都不错 这是我觉得发的最贴气的 你知道吗 我老实讲一句话 神他不会践踏自己的恩典 你明白吗 OK 神不践踏自己的恩典 神也不堪清他自己 一切的美好 他的良善 他的恩子跟恩惠 神从来不会轻视他 也不会践踏他 践踏的是那些 不会珍惜神的人 所以神他其实 他是非常小心翼翼的 我觉得他是蛮谨慎的 他真的会把他的 所有的美好跟良善 赐给那些有心的人 真正在寻求他 珍惜他的人 当然我们讲 追求的程度 跟珍惜程度 每个人不一样 对不对 有些人刚开始 有些人已经开始了 一段时间 有些人信主很多年了 在我们那个的level呢 神都明白 只要我们的心向着他 他都很愿意向着我们 那些信主以外的人 有些人对神有兴趣 神也依然会吸引他们 可是有些人是践踏神的 你会问我 那师母我们还不要传福音 传 因为你不会知道 哪一个是践踏神的人 只有神知道 每个人都有听到 福音的这个机会 都要有 OK 但是他怎么回应神 是他家的事 不是你家的事 每个人都要有机会 听福音去回应神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不看 他是个坏人 不传福音 我跟你讲 有很多大金大恩人 听到耶稣 他们信主的 那些大善大良的人 不一定耶 我跟你们说 所以我们今天看信主的人 不要说他大坚大恶 他应该为他以前的坏事 犯罪 要付出他的代价 即便地上可能会对他神 他需要付代价 但是神 只要他真心悔改向神 神必然会把他的恩典 施于他 就好像挪亚 在众人面前 到神的面前 看见了神眼中的恩典 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七章七节 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后门就给你们开门 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 你们要持续 祈求 持续祈求 就给你们 你们要持续寻找 就寻见 要持续扣门 就给你们开门 它是一个 持续的一个动作 你要持续 你不能够监睹 像亚撒一样 你知不知道 他一开始做得很好 对不对 登基为王 很happy 第15年 打败了古诗人 yes 恢复当时候的敬拜 恢复当时候神的律法 恢复当时候对神的敬畏 突然间20年过后 太安逸 太舒适了 来一个以色列人 隔壁家邻居 他还不找 左边右边 找上面 神要我们追求他 他不是故意 像我们有些男生追女生 那些女生就卖 掉起来卖 对不对 我们会这样 我要追他 我没有空 我没有时间 你什么时候约我 我还是没有空 有些女生这样子 OK 我们小时候 在我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纪 年纪轻轻的时候 就会有比较多这种情况 比较可爱 年纪轻不懂事的这种行为出现 可是神不是这样的 当我们持续在寻求神的时候 神其实他蛮快就回应我们了 OK 可是那个持续要多久呢 我不知道 可能多一两步 多三步 多四步 或多四五天 我也不知道 OK 但是神就是 其实他蛮快 他就要看你的心 他就是要看你的 整个人的态度是如何 因为时间的拖延 The delay in time 时间的拖延 经历困难跟挑战的时候 他显明的是我们的态度 他显明的是我们对神的想法 跟神的立场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当下可能没有拿到 可是当下我们的回应 就反映出我们的态度了 和对神的立场 明白吗 所以说神会让你等多一下子 但是一下子不会太久 我的Visa我等了七个月 我们真的只能靠神的恩典 完成这件事情 我们回新加坡的这个事情 因为Visa 这个不在我们的手里面 我跟你讲 我动用了所有人的关系 所有人 我只没差 就飞下去 他的那个 古境的那个 immigration 去敲门了 我儿子祷告 神啊让火降下 我说儿子不要 我的护照在那里 你降下我的护照也没了 你不要乱来好不好 我讲你怎么像那个 圣经里面那个约翰一样 一样的 叹的 三手叹的 我们从一月开始祷告 我们一直想回 所以今年过年也没有回 就一直祷告 我跟我老公心情是很平安 很平安 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帮我们 搞定我们的这个Visa 可是呢 我们时间越来越近了 我们就越紧张 所以他们昨天飞 机票已经买了 我的行程已经订完了 你知道吗 我全部订好好美美 然后每个人在那边就问我 你们回来来吗 回来来 因为每个都帮我祷告 回来回来吗 我就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尽我能力了 我连我新加坡大使馆都找了 我跟你们讲 我已经用完我全部的 可是我还是保持我的平安 可是这个礼拜我们很紧张 因为昨天是飞的时间 我就跟神说 神我说 我们能够尽的力都尽完了 OK 我们从第一天祷告到最后 你知道吗 我们女儿祷告 像这种 God we pray for our visa we pray for our visa 然后到后面 星期五祷告的时候 就是她就有点火大 她就跟我讲 God where is my visa 我就 只有你敢这么讲 我都不太敢你知道吗 不愧是小孩子 大眼不惨啊 可是可能神听到他的 最小那个 Where is my visa 我说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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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OK 星期五早上 我就跟我先生讲 我们去移民厅卖铲一下 哭啊装铲啊 说你不管怎么样 再把我们的签证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飞 因为机票已经买了 全世界人在等我们 我已经排好了 所有的行程 约该吃 约吃饭的 约好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到了那边的时候 我跟我老公祷告 我说我们一路祷告过去吗 我们就跟神说 我说神 我们真的是已经走到 我们的人的 全部的能力了 OK 我只没有 我只没有行贿赂而已 我只是没有做那一步 我也不打算做那一步 我就跟我老公 如果他要我们给钱 你肯吗 不肯 5块 10块 50块 No 一毛都不会给 可是我们回不去怎么办 祷告啦 赢了咯 我从1月祷告到 6月 祷告到7月15号 我跟你讲 我不是没有祷 我们家祷告会 我跟你讲 如果天上真的有个神的 那个祷告的祭坛 对不对 我已经few up 可能100个了 已经都没有倾倒下来我 我跟那时候我就很紧张 我就问神神 为什么 我还在寻求 我还是有很多的平安 可是我还在寻求寻求寻求 到了一个程度 我们要打算去演戏了 我们还打算 滴紧滴眼泪 去那边哭一下 OK 我到那边的时候 我是心里面是非常的黑暗的 一种乌云满布 然后你整个脸是很悲惨的 到那边 实在挤不出眼泪 他看到我 他就跟我说 来了 早上刚进来 我心里面就想 女儿 你早点问神嘛 Where's my visa就好了 你怎么那么迟才问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哇 我 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先说 先不要拍手 OK 我们chill一下 我们chill一下 我们拿到之后再感恩 因为你不会懂 那个电脑坏啊 我曾经去那边等过 一个两个小时 告诉我 他的printer坏掉 OK 我还等了一个礼拜的 那种都有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先忍 我们先忍 继续感恩 主啊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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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重大事 对我来说是大事 OK 可是我这个算是 其实算小事 人生的小事而已 虽然对我来说是重要 但是他并不 他并不是生与死的 这个情况 可有也可无的 顶多我就明年回去咯 新加坡也不会跑 马来西亚也不会成 对不对 不用担心啊 我们还是可以回去的 可是你知道吗 在人生的里面 比我的情况 更困难的情况 多去了 多去了 你们的经历 也比我 可能比我 更卖馋 你们不要跟我卖馋 OK 你们去跟神卖馋 可是我们的经历 很多时候是很多的困难 很辛苦的时候 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的个人的经历 我们家庭的环境 都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 你开始信主 可能很感谢神 哇 你像亚撒一样 哇 很爱神 愿意为他 舍弃一切 摆正一切 修职一切 二十年后 你信主 信主二十年 举手一下 敢敢举手 信主二十年的 不要把你的岁数 给隐藏起来 今时今日 你在你的环境当中 你是先寻求人的帮助 寻求神的帮助 我寻求人的帮助 可是我还是很祷告神 因为我没办法 不尽力 可是我学了一个功课 我真的学一个功课 有一天 我不是讲过 我梦到一个白纸吗 记不记得我跟他们讲过 我梦到一个白纸 什么都没有 前几天神就有点感动 我他说 我给你白纸 就叫你什么都不要做了 我就 我要重新帮你安排 我就 不要再靠自己的力了 重新给我 所以后来那个礼拜 我什么都没有做 你发现该祷告的人 我都没这样祷告了 对不对 不用祷了 当神这么跟我说的时候 我知道他有他的时间 我们在寻求神的当中 不管你信主多少年 你会碰到情况的里面 你要先问你自己 我先找的是 我们隔壁家的邻居 还是我们隔壁家的那个 前面那个 后面那个巷子 巷头的那个 整个村庄的村长 我爱不 还是你还是依然 去寻找神 神的恩典 永远在他的里面 当你贴近他 靠近他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睛的时候呢 他的眼睛是充满了恩典 要释放给你的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是经过他而已 跟他打声招呼就走了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就是他的珍珠 所以我们今天 不要成为猪 不要成为猪 我觉得猪 给我很多的启示 改天我刚才讲了一篇道 关于不要成为猪 猪 你看他似乎是很悠哉闲哉的 永远一辈子打在 滚在泥里面 他永远是脏的 他有没有办法分辨 什么是干净 什么是肮脏 他有没有办法分辨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他永远在为自己活 什么都不可能坐 躺在那边 这样子 我们不要成为猪 我们要像挪亚一样 在一片困难当中 在一片 兵荒马乱 可能是整个世界败坏了 完全没有希望 没有盼望的时候 你已经做到你能做 已经没有力气 什么都不行的时候 你对你自己感到非常的失望 你对自己感到非常讨厌的时候 你仍然要到神的面前 靠近祂来寻找祂的眼睛 所以摩西会讲 Show me your face 主祢给我看见祢的容美 给我看见祢的脸 给我看见祢 为什么 因为祂就想要知道 神啊 祢在哪里 其他的眼前蒙恩 都出现在旧约的里面 摩西他说 他跟耶和华说 若我们在祢眼前蒙恩 求祢跟我们一起去 若祢没有去 我就不要去 我们再来看西部来书 最后一章 四章十四到十六节 这段经文了 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 经过了众天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就应该坚持所宣认的信仰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 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 他像我们一样 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的是要领受怜悯 得到恩惠 作为及时的帮助 我们要来到 要如果应该这么讲 我们要走到 神那施恩的宝座的面前 你遇到祂面前 为什么要走 因为那一段路 就是考验我们 到底是不是很真心 诚意地来跟随神 那一段路 我跟祖德聊过很多天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发现 不是每个经历困难磨难的人 或甚至经历神迹奇事的人 在经历了这么美好的事情之后 都会更亲近神的 真的 所以神迹奇事本身 它不一定有使人得救的价值 OK 经历困难跟磨难本身 它不一定使你更加亲近神 讲一句实在话 挪亚选择 在邪恶当中选择找神 在神的眼前蒙恩 我愿我每一个人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都会选择到神的面前 亲近祂 贴近祂 看到祂眼中里面 为你所保留的 想要给你的 所有的恩典 我愿见你需要祂 你要到祂的面前来 真的 有时候你可以哭喊 撒泼 像我兄弟都这样 Hey where is my visa OK 可是我跟你讲 不要怀疑神对我们的心 祂会给我们一切的恩慈 跟良善 跟恩惠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祂不是不可以 体会我们的软弱的 祂不是没有被试看过 是考验过的 祂不是没有 问题是我们没有 我们在经历那些困难的时候 被经历试验磨难的时候 我们的选择会是什么 God is ever ready 你要energetic 重复多一次 这个当广告词 God is ever ready 你们要energetic 你们要动起来 所以现在动起来 我们站起来吧 我讲完了 感谢主 Hallelujah 今天我要你们每个人 来回应神 我们的人生的里面 除了决定 我们所做的全部的决定 会导致我们的方向 我说过很多次 对不对 你所做的决定 加起来就对你的方向 可是我跟你讲 你跟神的亲密度 是由你跟神之间 所做的回应 加起来的 你对神的回应 每一次情况的回应 每一次你人生的回应 你每一天对神的回应 这些全部加起来 它会缩短 你跟神之间的距离 我的朋友他曾经问过我 他说你为什么会来到 美里这个地方 我就每次跟他们分享的时候 我发现 我越讲就越久远 我就发现原来我 从很小的时候 我就回应了神 他就开始慢慢慢慢地 来带领我的脚步 原来我的回应 距离我好像有 30年 20年 25年吧 那么地遥远 但是神从来不会忘记 你在祂面前所做的 任何的回应 不论你几岁 不论你经历什么环境 所以今天 如果今天神今天跟你说话 今天神来挑战你 今天神来吸引你 你心没有感动的话 你今天对神说yes 如果今天神跟你说 你要放弃一些事情 你对神说yes 如果今天神说 你要take up 你要得到 你要去争取一些事情 你也说yes 如果今天是你情绪里面 可能对人的不饶恕 对人的苦毒 对自己的不饶恕 无法释怀的话 你也要say yes God 我放手 这一些所有的 相好的回应 都能够使你 更加贴近神 你每一次回应的时候 神都会把恩典赐给你 阿们 感谢主 哈利路亚 谢谢主耶稣 我们下来祷告 现在天父 我们今天感恩 献上我们的内心 所有的感恩 所有的这个 这个 里面的感受 主我们的人生的经历里面 很多人会 有不同的经历 有些人经历很多的困难 有些人经历 是比较顺遂的生活 有些人经历 很多的迷惑 很多的挑战 有些人现在在石之路口 不懂明天该怎么样 有些人对未来很彷徨 我们一直在问为什么 主 下一步该怎么走 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今天神我们到你面前 主 我们不论经历怎样的情况 我们今天选择 要到你的面前 要跟你眼对眼 脸对脸 面对面 主 我们非常需要你 主 我们非常需要你 我们希望你在我们的当中 希望你亲自来 跟我们来说话 主 今天我们选择 踏出那一步 我们选择 踏出那寻求的那一步 扣门的那一步 到你面前 我们敲着你的门 神啊 先打开你前面的门 让我们可以更加的 来贴近你 在我们再往 走向你的当中 让我们内心 所谓那些 没有用处的东西 没有需要的东西 都会慢慢慢慢的 被卸下来 慢慢慢慢的 被拿走 腾出来 让我们里面的空间 是完全给你 让你可以住到 我们的里面 所以主 我们今天谢谢你 我们非常感恩 为了我们 弟兄每一个 弟兄姐妹来祷告 主 我们很多都 岁数不年轻了 可是我们人就感恩神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愿意 我们明天的日子会更好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我们明天的日子 会有你更多的陪伴 更多的带领 更多的恩典 还有好处 如果我们愿意 所以主 今天我们把我们 每一个人家的手里面 愿每一个人都愿意 愿意更加的亲近 愿意在他们的 个人身边当中 来追求你 小小的事情 只要是你吩咐的 他们都愿意 say yes 我愿意去做 我愿意顺服 我愿意享福 今天神你说过 你今天不喜悦 我们的这些牺牲跟献祭 你希望的是 有一颗顺从你 一颗谦卑柔顺的一颗心 一颗愿意 服从你 一个愿意 追求你的一颗心 所以我们今天祷告 让我们这里 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一颗心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祝我们 欣赏我们的 所有的这个感恩 我们把我们手 举起来 向着神 所以我们今天 把一切的荣耀 跟赞美都归给你 因为你是那良善 你是那信实 那忠心 那充满恩赐 很久忍耐的神 你一直给我们 那么多的怜悯 跟好处 还有给我们 那么多的恩惠 跟益处 还有更多的恩典 跟能力 看顾跟保守 祝我们今天献上 我们所有 所有 所有的感恩 哈利路亚 我们现在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再说一次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派手来代美神 哈利路亚 谢谢主耶稣 哈利路亚 谢谢主 谢谢主 阿们 阿们 谢谢主耶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